日前一名印尼籍华航机师 在澳洲确诊新冠肺炎 却参加台北清真寺活动 由于当天现场有400多人 加上防疫松懈没有实施实联制 外界担心会出现防疫破口 清真寺看起来是原来有做 然后二月份停掉 但也是因为防疫的工作比较松懈 那现在既然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可能接下来会 跟我们台北市可能各个相关 可能有大型活动的部分 我们就尽量去做宣导 那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台北通 让他们使用 参加企业捐赠的脸护士 智能防疫防护装置 除了可以测量体温 具备酒精消毒功能外 副市长黄珊珊刻意没戴口罩 结果立刻被脸部侦测 提醒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会场 不用接触到 不用有人拿着脸的额温 不用自己真的机器 有的时候在吃起 所以我们同事还可以做消毒手 我们可以洗洗手 带口罩洗洗手 那它最厉害的是 它可以变别 变过带脑罩 知名卫浴品牌合成HCG 这次特别捐赠20台防护装置 将放置在12区的社福中心 游民收容中心 浩然敬老院和阳明教养院等地点 要用科技防疫方式 减少测量体温及酒精消毒人力 公司协力加强防疫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